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BenQ Inspire 自觉展示工具的云端服务 它本身就是专属 网路摄影机 或者是职务投影机的操作软体 很重要的是 它并不挑品牌 也就是说你没有购买它的硬体 你还是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让您 直接在云端服务上 就能够有很专业的 工具来操作 网路摄影机和实物投影机 完全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体 这个云端服务的使用很单纯 您只要进到它的官方网站 住这个账号就可以使用 而且Windows、Mac、Chromebook 通通都可以用哦 当然它也有一些使用的限制 和注意的事项 首先第一个 就是它只能使用在Google Chrome 或微软的Edge上面 没有办法在其他浏览器上面使用 再来就是 如果您想要在视讯会议中 也要同时使用它的话 记得一定要先进入BenQ Inspire 让它先取得 网路摄影机的画面之后 您再把视讯会议的网路摄影机打开 这样才不会造成它被独占 那BenQ Inspire 就没有办法抓到这台摄影机 最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您要使用萤幕录影的功能 目前它只能在单一画面 或者分割画面的模式下 待会会介绍子母画面 扫描或QR Code 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进行录影 现在我们进入BenQ Inspire网站之后 按下立即开始 选择你的账号 这样就可以进来咯 进入之后呢 你可以先从左下角的设定 来设定你的相机 要使用哪一台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那个画面 麦克风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一下 你目前要使用哪一个麦克风 来作为录音的来源 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几个很好用的一个使用情境 给您做个参考 首先第一个就是子母画面 那这个呢 是我目前最常在教学现场里面使用的方式 它可以让老师的影像呢 就自顶在萤幕上 而且你可以自由的移动和改变大小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跟之前Google Meet 它新增的一个子母画面功能 它所用的技术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赶快一起来看看吧 在左上角这边 您可以找到子母画面的功能 按下之后呢 我们的视讯画面就会缩在右下角 那您可以在这边 直接离开它 是的 您即使没有选择另外的视讯来源 也没有关系 例如我现在又回到 我们的部落格文章这边来 您可以看到在我的右下角 就有一个可以自由移动的 视讯镜头画面 那您移到它的旁边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缩放它的大小 您移到它上面就是移动它 所以呢 在这个子母画面的情境之下 我们不管老师您移到哪一个网页 我们都可以自由的 把视讯的画面放在这边 使用上完全不需要软体 真的很方便 另外呢 如果您想要搭配它所提供的画笔助记工具的话 您也可以直接选择视讯来源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您在萤幕上的 任何一个分页 或是视窗 或是整个萤幕画面 都可以把它载入进来 当然 如果您要有更方便的操作效率的话 使用双萤幕 会是更好的选择 那我这时候呢 就按下分享 它会先跳换到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画面来 那也会同步 在这边呢 您就可以看到 您本身的NQ Inspire画面上 已经有我们所载入的分页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很好用的分割画面功能 如果您是属于像手作的课程 或者是我比较会有接触到的物联网的课程 常常会有需要像您现在所看到的 我可能要让老师跟同学看到我的画面 也要看到我实际操作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 分割画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 您也可以像我在这边 操作虚拟角色一样 想要做幕后花絮的时候 我就把它分成左右两半 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吧 进入NQ Inspire之后 一样找左上角这里 就有一个分割画面 那您可以在右手边 去选择我们的实物投影机画面 那这边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项链口琴 或呢我需要 把这个画面再放大一点 在我们的这个云端服务里面 您可以看到 在它的右手边 这边 都有一个放大镜的功能 另外左手边的视窗也会有一个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有需要做助记 一样可以使用我们左下角 这支画笔的功能 选择你要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例如说这个项链口琴 它就是有四个孔洞 每一个孔洞就是吹跟起两个音 那如果呢你已经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或是直接关闭它 最后如果你要结束 我们的双萤幕画面的话 您可以到这边取消分割画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BenQ Inspire的 教学录影的部分 那它目前主要只能在 单一画面 或者分割画面的模式下来做录影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字母画面 或者是扫描还是QR Code 就没有办法录影 当然可以的话 其实是在双萤幕的操作下 您会更好进行 教学录影的过程 我们现在就回到这边来看一下 您可以在下面这里 把它切换成录影模式 按下录影 那就开始了 目前BenQ Inspire 它所录影的格式是WebM 所以录影完成之后 它就会出现自动下载的画面 您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如果您想要把它变成MP4 您就再去做 格式的转换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来看看 有关于扫描QR Code 投影机才有的提琴校正 以及冻结画面的一个功能使用 那我们进到inspire这边来 您现在可以看到这里 就有一本我之前写的书 那我们在这边呢 如果你要扫QR Code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边 把它换成扫QR Code的功能 现在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书 拿到QR Code的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马上辨识到 您可以选择直接复制 或打开这个网站 那你记得 因为它辨识速度很快 所以你关闭之后 如果没有马上再切换的其他功能 它就会再辨识一次 那在T型校正的部分呢 一般都是在投影机才会有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 Thank you Inspire 里面也有 你可以点到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手动选取 这个时候它就有四个角落 可以让我去对到我们画面上 您正确的这个四个角落的顶点 对好之后按下开始提前校正 那它就会把画面呢拉正 如果您是使用课本 想要让同学看到书里面的内容 但是又不想让自己的手就停在这边 例如我想要让同学知道 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波长 我就可以搭配下面的凤结画面功能 这时候我的书 现在拿起来都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在萤幕上呢 直接进行比划 这样就方便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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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